这一片大山,这一条公路 是我每一次南下广州打工的第一经之路 去年从家里出来,还要来来送我上车 那时候父亲也很健康 他总是躲在最后面 今天12月21号,我要南下广州打工了 但是在春桃送我上车 只剩下年迈的老父亲 打工让我养活了全家 打工也总是让我和新人聚少离多 今天父亲拖着满是病痛的身躯 步履然酸地送我到春桃 看我上车 各自分别的草叙都埋藏在心底 这一早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或许在相见时 也许是天能永远 父亲才将近六十 但因为身体各种疾病 世人都可以看得出 他再次的时间不久了 我的祖母刚早不到时间 看着挺多多病父亲的身躯 我知道每一次里面都有可能是永远 也许下次再见 我将再也没有父亲 三个孩子再也没有爷爷 我很讨厌打工 但又不得不打工 打工让我的孩子成了潦草儿兵 让我的父母成了潦草老人 这片好重的大厂养育了我 感到无法到我 养育全家老小提个人 每一次离开故乡的青山 在广州打工的朋友的话 应该都知道 广州市政府是从今年的12月1号 开始上调的底薪了 将原来21亿的底薪 调整到现在的2300块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看一下这边的工厂 在上调底薪以后 找工作是不是更加容易了 招工的人是不是更多了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的话 是国家最早成立开发区工业区的地方 这里的话是云基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厂 这边的工厂的话 都是通过中介所招工的 从刚才的一路找来 一直到这一条街铺的尽头 这一排的话都是介绍所 这里的话是云基的上百家的介绍所 从这些介绍所可以看出来 尽管是政府上调的底薪到2300 但是找工作的人的话是屈指可数 看一下这些介绍所是门庭冷清 也有可能是跟津贴气温低有关 很多人都没有出来找工作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话 一共有三四个这样的大型招聘基地 这一条街铺前后应该有七八百米层 这所有的一楼都是介绍所 而且前面的楼上还有大型的介绍所 现在离过年只要个百月时间了 本来过年的前后是最好找工作的 因为很多工厂不能都职工回家了 尽管现在好找工作工作缺口大 加上广州市政府要上调的底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介绍所 找工作的人是寥寥无几 甚至是无人问津 也许广州市政府有两千亿的底薪 调整到两千三百块 区区都出的两百块底薪也无法打动乔治责 每年开春的时候用工方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持费 我敢估计2022年的用工方继续会出现 刚才的话我们看了两个基地的大型介绍所 现在我们到第三个基地 这个大型介绍所给大家看一下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这里的话 有三个这样的大型介绍所基地 这个超市的二楼跟三楼聚集了大大小小的介绍所 有上百家门档 看一下这个门口 这个门口的话是不借一个人的身影 感觉也是无能问津 这上面的话也是冷冷清清的 能聊屈指可数 看一下另外这一边 这一边的档口的话都是关闭的 没有人在这里开档口了 今天是星期一 本来是能找工作多的时候 但是这冷清的门市屈指可数的能量 真的让人大幅吃惊 如果企业想解决用工方 撩住打工人 主动上调底心 给打工人更多的能温关怀 才是硬道理 2300的底对于打工人来说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意义 按2300的底心来算的话 正常的八个小时工作 一天的话也就是100年五块钱 星期天加12个小时班的话 也就是320块钱左右一天 这工资并不高 朋友们广州2000沙的底 你会来这里工作吗 欢迎评论留言 最后我们一起呼吁 政府和企业能给打工人 更多能温关怀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广州打工人 最多的防浦区防浦客运站能流战况 前一期视频带大家看了 倒闭的广州市客运站冷静的广东省汽车站 很多网友看过号是唏嘘不已 认为广州1800多万人汽车站能路到如此萧条冷静 真是让人执行不已 可以看到客运站 门前的广场是填满了车辆 但是不借旅客的声音 防浦区的话也100多万的打工人 这里是工厂和工人最聚集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国家最早成立开发区的地方 找到这里可以看到站内有能源在动 不知道是不是旅客 看一下这门口 再一次让人大跌影已经惊讶不已 这里是大门检索上面写着暂停营业 号车厅内的话 正在有工人在对这些秀气斑斑的凳子进行清理 从这些看过去是否它比广州市汽车站倒闭得更早 整个厅内桌椅板凳一片狼藉 布马飞成再一次让人唏嘘不已 客运站的左边是几家运输公司和驾校 现在也是能去楼空 也许时代的进步 高铁市驾车的兴起 所有的客运站都注定被历史淘汰 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 这里的话有一张褪色的告示纸 上面写了2019年6月1日车站停营的通告 原来它已经停营两年了 看一下左边咨询虎物台墙上 写满了房浦客运站曾经的飞房和繁忙 也至东北辽宁西北宁夏陕西甘肃 西南澄清东地每天都有一趟客车从这里发出 房浦区的话有120多万的打工人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香港澳门高铁私家车飞机的兴盛 让客运站淘汰在时光的记忆里 在这里搭乘过的搬车的人如今青春远去 屏幕前的你是否在这里住过车 有过肥义 翻译评论留言 再看一下2017年客运站翻修 阔系号贴上去的搬车时刻表 到2019年6月暂停营业 客运站仅仅运作了两年时光 时代的沧海商店 中国的飞速发展 也许10年后高铁也将淘汰 我们出行开车的都是飞行的汽车 找过历史的拐角 再不借远行的客人 不是对面高楼的反法 描废着都市的气息 你是否会瞧借 这是大都市的客运站呢 以前的停车场变成了公交站场 这里再也找不到远行回家的旅客 最后2022年春运 预计在1月17号开始 大家千万不要来此住车 以免误了行程 看到视频的朋友 欢迎评论关注转发 让更多人知道 房浦客运站已经倒闭 以免耽误大家来这里坐车 第七次轮口普查广州 拥有1800多万轮口 现在很多客运站 能录到倒闭冷清 肯定是很多人难以想象到的 现在我们搭乘地铁 去拥有220多万轮口的天河区 天河客运站 看一下那里的客运能量账况 现在可以看到 地铁里的能量的话 还是挺茂盛的 这里的话是天河客运站 车辆出站口的前面一排街铺 现在正值正午换点 但是看一下眼前的这番场景 真是再一次让人大跌野劲 感到十分惊讶 整条街是非常冷清 能量是屈指可数 大部分店铺也是刮门倒闭的 就算是开门的店铺 也是无人问津 路上除了车辆多一点 最让我纳闷想不通的是 广州外来物工人员 是说一年比一年多 为何现在街上 到处都是越来越冷清的场景 现在我们站在天河客运站 车辆出站口 看一下车上的场景 可以看到这辆车上是没有乘客的 是在放空跑 站在这里十来分钟吧 大概四五分钟的话 就有一辆班车发出 车上的话 偶尔能接到一辆旅客的身影 而且这些班车都是发往省内的 发往省外的长途车的话 更是不介一辆 从车辆出口 进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现在的话将近中午 应该是能流吃饭最多的时候 但这些店铺也是倒闭关门的 解枝冷清的不堪入目 看一下里面这些店铺 虽然开着门 但是不介一个旅客的身影 且现在这些地方能满为范 如今那方场景 只能在记忆里寻走了 如今这里给人的感觉 是无懈方良和感慨 现在我们看一下 天鹅客运站正门口 这里面的话 是可以看到一些行人的身影 但从这里进去的话 更多的人是去里面搭乘地铁 现在我们看一下站内 天鹅客运站的话 是法兰地区最大的客运站 站站内的右手边的话 就是地铁出入口 法兰地区的话 包括广东 广西 海南 台湾 香港等地 前面这个站盆通道的话 就是通往后车停的 由于疫情没有 买票的话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只能在外面给大家看看 客运站左边的话 是游客集散中心 但是这里的话 是否早就要关门大吉了 更是不借一个旅客的身影 我们现在去前面 透过玻璃厂 看一下后车停离的情况 可以看到站内的话 有武警战士在巡逻之心 现在离1月17号 群运的话 只有大8个月时间了 站内也是加强了安保 后车停离 看上去的话 还是有一些人流的 但是在这个年关 群运即将来年时 这点人流看上去 真的是可以用非常冷静 来形容的